南投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五次定期会议 于今日举行开幕会 会期三十天 你省议本会提案一件 县政府提案五件 预言提案五十件 合计五十六件 副议长康一全在致辞中表示 敬请各位议员能多费心省议 本次定期会是依据地方制度法依法召集 会期三十天 于省议本会提案一件 县政府提案五件 议员提案五十件 合计五十六件 敬请各位议员同仁多费心省议 副议长康一全利用今天的开幕时间 针对这次的定期会 唯一的三读会议案 南投县政府提案制定 南投县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的草案 做出说明与解释 期盼可以保障 县民的健康与实用安全性 南投县政府提案制定 南投县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 该条例之设立目的 主要是针对民众所购买的食品安全之管理 其中对于食品或食品添加物原子层或放射能污染 其含量超过中央主管机关所定制安全总许量 或为达该标准但有安全利率者 得一据本条例要求 本县辖区内业者将食品或食品添加物受原子层或放射能污染 不得在县内为制造 加工 调配 包装 运送 储存 贩售 输入 输出 最为正品或公开陈列 以确保本县县民之健康与食品之安全 副议长并在今天的开幕式中 针对近期议员遭受暴力的事件 声明南投县议会谴责暴力的立场 也要求南投县警察局成立专案小组 全力弃凶 让县民能有更安全祥和的生活环境 一向自然良好的南投县 现在南投县议员简进庭 在5月4号在草屯参加工具碾香 付出告别市场的时候 在公庭花质之下 大庭广众之下 突召两名不免男子袭击 设逢南投县议会定期会召开 南投县议会谴责任何刑事之暴力行为 淳朴的南投县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之发生 南投县议会要求南投县政府 警察局成立专案小组 全力侦办 揪出幕后主持者 要依法员办防犯自然事故再度发生 为期一个月的定期会中 全体的议员将全力监督宪政 并努力为民众扶植把关 让南投县有更美好的生活品质与环境 民意新闻联交会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